各位观众 我们接着来讲民国初年的政党情况 上次我们说到孙中山 在他主持革命的过程中 逐渐就形成了三民主义 和五权宪法构想 那么在191年初呢 宋教人等人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中部总部 那么宋教人他只强调民族和民权主义 并且主张实行内阁制 这和孙中山的思想就颇有距离 武昌起义爆发之后 孙中山自美国去到欧洲回国 在他抵达国内之前 革命军就已经和清军议和 并对大清内阁总理袁世凯有秘密的承诺 如果袁世凯能够逼迫清帝退位 那么袁世凯就会被推为民国总统 因此孙中山在回国之后 就面对着三项问题 第一个呢是革命的主义问题 第二个呢是南北议和问题 第三个呢是被民国建立后行总统制 与内阁制的问题 那么内阁制的主要倡议者正是宋教人 孙中山抵达上海的时候 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 已经议定了一个总统制的 临时政府组织大纲 宋教人因为主张内阁制 屡次提议修改未成 那最终呢就选举孙中山作为临时大总统 等到清帝退位 孙中山就把临时大总统的位置 让给了袁世凯 那么民军方面为了寻求对袁世凯的制约 想把总统制改为内阁制 但是孙中山他并不赞同 所以呢这是为什么孙中山事后曾经说 离时约法里只有中华民国之主权 属于国民全体是他赞同 关于南北一和 孙中山原来不赞同 他在抵达上海的时候 曾经回答记者说 革命之目的不达到 没有合一可言 孙中山所谓革命的目的有两个 第一个呢 是历次同盟会誓词中所表现的三民主义主张 一个呢是1906年军政府宣言中的 军法之治 约法之治 宪法之治的革命三程序 我们这里再多说一句 孙中山提出的革命三程序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孙中山的思想中 中国也不可能直接到达宪法之治 必须要经过军法之治和约法之治 才能到达宪法之治 那么武昌起义爆发之后 革命阵营因为军情紧急 孙中山当时又不在国内亲自主持 所以就和清军走向了议和妥协的道路 革命军方面 既然已经和袁世凯有密约 孙中山自然不愿意 为了名义和地位 引起政治斗争 等到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 孙中山就以临时大总统的位置 让给了袁世凯 关于革命的主义 孙中山刚回到国内 和同志开会之后 就发表了宣言 强调革命的目的 不止于民族主义 而止于民权民生主义 孙中山在畅恼革命的过程中 并不是特别强调民族主义 尤其反对光复会他们 以杀尽满人为目标的种族主义 1906年 他在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前途的讲话中 专门提到 民族主义并非预照不同种族人就要排斥它 是不许不同族的人来夺我们民族的权 我曾经听见人说 民族革命是禁灭满洲民族 这话大错 民族革命的缘故 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国 主我们的政 一定要扑灭他的政府 光复我们的民族国家 他在就任临时大总统职务以后 应一位意大利记者的访问时 曾经说 马汉之间不再有任何的界限 我们都是兄弟 大家都为建设新的共和国家而努力 清理退位之后 实行五族共和 民族主义自然也就消退了 等到袁世凯继孙中山成为临时大总统 以宋教人为首的一批同盟会的人 就把注意力转于宪法国会的运动 和袁世凯以及旧官僚派 争夺政权 孙中山则把大部分的注意力 放在了民生主义的宣传上 关于民生主义 清末民初是形成时期 孙中山和其他的革命统治 进行了大量的宣传 1912年4月1日 孙中山卸任临时大总统一职 出席同盟会的告别会 继续讲演 题目就是民生主义与社会革命 他说民国成立 民族民权这两个主义 一定达到目标 只有民生主义上未着手 应该成为今后智力的主要目标 并说社会革命为了防患于未然 依需平均地权 另外需要预防资本家垄断 中国应该采用国家社会主义的政策 将国家一切大事业揭归国有 不能使一人独享其力 到卸任民国临时大总统为止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原则 可以说已经决定了 那就是平均地权 截止资本 其后孙中山在各地宣扬民生主义 或者是侧重一点 或者从两方面发挥 4月3日 孙中山在上海同盟会机关部发表演讲 就说民族主义为对外维持 我国家民族之独立 民权主义是为了排斥少数人 垄断政治之危害 民生主义则是国家社会主义 致在于排斥少数资本家 垄断国家财富 使人民能够共享生产上的自由 4月4日 孙中山告诉上海文汇报的记者 说政治革命之后 应该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社会革命 4月9日 孙中山因湖北都督 林元宏之谣到达武昌 在会员会上 他的演讲就是关于民生主义 孙中山说 当今变革之际 应该推行平均地权政策 这为的是真正的国立民服 不过林元宏对于孙中山在湖北 倡导民生主义颇为不满 他曾经私下对胡汉民说 武汉的局势现在动荡不安 先生不应该谈及此事 尽管存在着大量的反对意见 孙中山仍然不屑地在宣扬着民生主义 后来呢 孙中山到达广州 在他停留广州期间 每天出席各社团学校的欢迎会 进行演讲的时候 他每每都会谈到平均地权 5月4日在广州新闻界欢迎会中 孙中山演讲民生主义平均地权的要议 他提出照价纳税和土地国有两个政策 其一呢 规定国家可以随时照价收买地主的土地 以防地主以归报件 其二呢 规定在定地价之后 由国家征收地价税 就是说按照既定的地价 国家向地主征收1%的地税 此后呢 随着地价增长 国家采用累进税的方法 将土地的增价收回国有 私人不得想其力 这个时候孙中山虽然卸任了临时总统 但他仍然是同盟会总理 所以他的阐述 可以代表同盟会的政治理想 孙中山自然希望同盟会的理想能够实现 但是由谁来实现 按照孙中山当时的言行来看 他想促使袁深海政府实现 1912年6月22日 孙中山自香港抵达上海 这个时候同盟会的另外一位领导人 黄兴 已经在南京辞职 居住在上海 两个人日息相聚 高谈发展实业计划 准备专办铁路事业 希望在时间内有所大成 当时有新闻记者问孙中山 是否打算去北京 孙中山回答说 铁刀计划确定之后 他自然会去北京与政府商谈 促使政府加以实行 这个时候的孙中山 曾经写信给宋教人 信中他说 民国大局若只从政治方面下药 必至日弄日分 每况愈下而已 必先从根本下手 发展物力 使民生充裕 国势不摇 政治乃能活动 这个时候正是宋教人 正在谋求扩大国民党的势力 想要控制国会 组织政党内阁 来获取政治实权 孙中山对宋教人的这种打算 不以为然 孙中山希望和政府合作 谋求同盟会理想的实现 1912年8月24日 孙中山应袁世凯之邀 抵达北京 滞留了约一个月 他和袁世凯会谈了十多次 谈及了铁路 外交 实业 各问题 孙中山希望袁世凯 练陆军一百万人 同时希望呢 由他来担任 经营铁路二十万里 孙中山流经期间 一面宣传铁路建设 一面宣传民生主义 9月2日 他对北京报界 就讲述了铁路建设政策 打算募集外债 在十年内 修筑铁路二十万里 9月4日 在北京共和党欢迎会上 他的演讲呢 是关于民生主义 与国家社会主义 他说民生主义 并非是均贫富的主义 乃是以国家之力 发达天然实力 防止资本家专利 因此主张铁路国有 这个时候同盟会 已经改组为国民党 孙中山仍然是被推为 国民党理事长 但是孙中山很少参与党务活动 主要是以实业为重 9月11日 袁世凯政府 受以孙中山筹划 全国铁路的全权 此后孙中山就去太原 山海关 济南青岛等地视察 10月10日 他在上海的英文大陆报 发表了题为 中国之铁路计划 与民生主义一文 讲述了他在各地考察的经过 以及感想 并且说铁路 能够使得物产价值增高 对民生有很大的好处 10月14日 孙中山在上海成立了中国铁路总公司 并以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理的名义 致电给各省都督及议会 将驻路的立法筹款 以及驻路人才的筹划和来源 一一陈述 10月28日 黄兴受任命 作为汉越川铁路督办 黄兴于12月16日 由湖南赴汉口开始工作 也就是说国民党三个重要领袖中的 第一和第二领袖 这个时候都是致力于实业 而宋教人呢 则是致力于扩大党的势力 和准备国会选举 1913年2月11日 孙中山以筹办全国铁路全权的名义 自上海启程去日本访问 滞留日本期间 曾经考察日本的工商情况 以及有关铁路的经济问题 并且联络日本朝野的知名人士 企业巨子 希望能够有所帮助 但是到了3月20日 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人 在上海遇刺 22日身死 孙中山得到消息 匆匆于25日 从日本返回上海 孙中山在日本启程之前 就已经发电报给国民党本部 移上海交通部 命令国民党人合力查出 宋教人被害原因 以谋昭雪 抵达上海之后 他就和黄兴 陈其美 居正 戴季陶等人 会商商讨宋教人案的办法 主张起兵讨员 但是黄兴表示反对 4月13日 国民党在上海 举行宋教人追悼大会 孙中山和黄兴都没有出席 马军武代表孙中山 致记 并且演说 说宋教人是死于官僚派之手 官僚派没有整顿中国的能力 看见能够整顿中国的人 就以残忍卑劣的手段将之暗杀 因此今后的竞争 乃是官僚和民党的竞争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孙教人被刺一案 是中国近现代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他彻底打断了孙中山 推行民生主义的进场 那么就在孙中山提出 对官僚派的谴责之后 形势迅速的急转直下 那么之后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下一集再继续给大家